今日新生代女星凯西和演员赵曼儿 共同出现在了著名导演宋大川即将开机的新片 《轻一旦》的实境现场 看来两人是来竞争女一号的角色 那么最后到底谁能生出 让我们拭目以为 宋大川的新片值得期待呀 就是这个赵曼儿是谁呀 是那个30岁的过去女明星赵曼儿吗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听说过她 好久没演戏了吧 年龄也大了 女主肯定选凯西呀 赵曼儿这几年也没演过什么作品吧 怎么就挑了她呢 这次机会很难得 事情可一定要忍着点 知道了 麻烦不让一让 我家依然要化妆了 下来后到 不懂吗 一老卖老 前辈 这是主演化妆间 我也是主演 可您是B角啊 什么意思 您不知道吗 我是A角 刚刚导演组刚通知的 没关系 您弄话 我可以等 毕竟啊 毕竟啊 您是前辈 这件事我还是可以让着您的 你今年多大来着 二十二 真年轻啊 我都快三十了 这部戏 这部戏是我最后的机会 所以呢 所以今晚我必须要上 你还年轻 多得饰演主角的机会 这话你不该跟我说 你应该问问导演和观众 可可可可 赵老师 你怎么不按照剧本来演啊 你刚才应该跪下 然后说算你求我了 我才能接下一句话呀 我不说出这句台词 你就没法往下演吗 可是我们演员 应该尊重编剧老师 那个谁啊 这句词很难嘛 为什么不按照剧本上来说 因为如果是我 我绝对不会哭 更不会跪下来求他 你怎么知道角色 不会这么做呢 因为我跟他一样 这也是我孤注一致努力了 很久的机会 如果我会卖惨 哭着求上位 也不会入行十年了 还在这里像白菜一样 被人挑选 但不管怎么说 私自改剧本就是那种 是你的不对 你有尊重过对手吗 有尊重过这次的试镜吗 有尊重过导演 还有我 走 走 走吧 下去吧 可是导演 我没有错呀 我说的不是你啊 你也下去吧 下去吧 你不是说这老人最适合的吗 这演的什么呀 是 是 导演 你消消失啊 是这样导演啊 本来呢 我是没让赵曼儿过来的 是她 她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是左一个 右一个 真给我打的 倒是这个凯西 还不错 年轻又漂亮 还很听话 这赵曼儿演过什么 怎么看她有点眼熟 赵曼儿 没有没有没有 她刚出道那会儿吧 小火了一阵 不过三年都没有戏拍了 而且啊 三十了 接下来的行程呢 施镜这边就算完了 还有就是 导演那边约你晚上九点 在哪儿 绿地大酒店 绿地 为什么去酒店 暗绝吗 你也不要抢太多 赵曼儿她都三十岁的老女人了 肯定抢不过你 谁不知道少女感这种东西啊 是演不出来的 我听说啊 这个戏的导演 最讨厌整容脸了 表情都做不出来 还怎么表演 你看在门外候场的 那几十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你觉得十年以后 她没有几个能留下来 青春就是这样 就算没有才能 站在那里 也会有人说潜力无限 可是最后能留下来的 不过一两个 希望等你三十岁的时候 还能像我这个老女人一样 站在这里教训后背 还能付得起 你这伶牙俐齿的助理工资 你听见了吧 前辈说得对 能站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所以合同还没落定 谁都有机会 你说是吧 各凭本是吧